从8月1号起 金融管理局将成立专门的部门 来打击洗黑钱的活动和加强执法 新加坡同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一样 金融领域面对被利用来进行洗黑钱 和为恐怖分子融资的风险 金管局说 尽管当局建立了稳健的机制 来维护新加坡金融体系的健全 但是跨国境的资金流动方式日渐复杂 意味着当局必须提高监管 聚焦于打击洗黑钱和其他的非法融资活动 除了设专门的反洗黑钱部门 金管局也会成立一个专属的监管团队 监测这一些风险 实地观察金融机构如何处理这些风险 在执法方面 金管局指出 我国有1500多家大小不同的金融机构 就算进行侵入式的监督 依然不可能完全防止监管疏漏和不当的行为 因此 金管局将加强执法的功能 把所有同类工作集中在一个新的执法部门内 除了继续同商业事务局一起调查 资本市场行为失当的罪行 新部门也会负责监管 并且对违反金管局 银行 保险和资本市场条例者 采取行动